哎呀 上一集結束的時候我們在遠古犀牛旁邊 準備又來挑戰遠古犀牛 這個入口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卡點了 但是如果在這裡殺掉犀牛的話 犀牛角是有可能會掉進虛空裡的 所以我還是打算冒著被撞的風險 出去看一下有沒有更好的點可以卡 這裡有一個非常理想 由墳墓和柱子組成的卡點 不過墳墓離柱子有點近 我先試一下能不能夠卡得住 看起來沒有問題 作為示範 我應該會先打掉它半把圖勒棒的血量 然後再拉出來用走位的方式打完剩下的血量 關於遠古犀牛的詳細說明 和幾個常見的打法介紹 可以看我上次發布的這一支影片 還沒有看過的人趕快去看喔 圖勒棒的耐久度已經剩下50% 圖勒棒本身的攻擊力再加上暗影觸手的血戰 現在犀牛的血量應該所剩不多了 如果有這種不靠虛空的卡點的話 可以直接把它打死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需要把它拉出來 到不靠近虛空的地方打死 那個打法的大禁忌就是不能夠彈刀 但是右上角的時鐘表示 我的事件馬上就要進入冬季了 我沒有帶保暖石下來 只靠威爾森的鬍子沒有辦法撐得太久 所以我非常急著要速戰速決 因此也多吃了好幾下傷害 如果犀牛在衝刺的時候撞到一些柱子或牆面 記得不要太快靠近他 否則他還是會在衝刺結束的時候 轉頭攻擊我們一次 我個人打遠古犀牛的習慣 是會把四角固定在同一個方向 當犀牛要瞄準的時候 我會先跑直線給他追 等到他向我衝過來 我會再加上一個上或下 來斜著避開犀牛的攻擊路徑 看起來會非常像一直在轉圈圈 因為開始走位的時候 然後犀牛已經是殘血狀態了 所以這個轉圈圈的動作 只維持了大概兩分鐘 還香囉 黃寶石加圖樂礦齒輪 惡夢藍料 還有植寶石法杖 還行吧 不過這樣我就需要疼一點位置出來拿東西 所以我把身上的怪物肉全部吃掉 順便把理智降下去 我想要拿蝙蝠棍回一點血 魔光項鍊的耐久度如果歸零了 會直接從角色身上消失 所以如果帶魔光項鍊的話 一定要注意它的耐久度 不要讓它歸零 帶走了需要的戰利品之後 接下來我只要原路返回 然後把黃寶石圖樂礦這些東西 放回我的完整祭壇旁邊 稍微整理一下 再做一些新的要帶上去的 遺跡科技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到地表去了 因為這個世界是第一次下遺跡 所以我打算把紅、藍、紫、三色 地表會用到的寶石、齒輪 還有電線這些東西全部帶上去 剩下的位置得取捨一下 還可以帶什麼東西回去 黃寶石還蠻多的 我用最後20%的綠寶石項鍊 又做了一隻幻星者法杖備用 最後一顆綠寶石 所以我沒有辦法出解構法杖了 不過寶石類之後打龍銀還會有 所以我這邊先用最後一顆綠寶石做成項鍊 再補了兩個圖樂罐和一個圖樂甲 因為空間有限 有兩件護甲我先放在這裡 為了讓後續觀看這個系列的玩家 不要因為太多遺跡科技的東西 而覺得我們玩的是不一樣的遊戲 所以遺跡科技的東西我也會盡量少用 順帶一提 因為這邊是警告期了 所以我有點手足無措 只拿了要拿的東西就跑 忘了犀牛角和遠古鑰匙 是不需要拿上樓的 遠古鑰匙和哈奇一樣 是屬於地底伺服器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拿著哈奇的星空或者遠古鑰匙 離開地洞的話 這兩樣東西就會掉在我們離開的那個地洞出入口 就像我們如果帶著赤斯特的岩谷下地洞的話 岩谷就會掉落在那個落水洞的入口 建議大家可以選一個離營地比較近的落水洞 作為你們最常使用的地洞出入口 盡量讓哈奇維持在那個地洞出入口 來避免哈奇走丟 順帶一提 岩屬帽也是耐久度歸零的時候會自動消失的東西 所以也不要讓岩屬帽的耐久度歸零 除非你打算要再重做一頂 地表已經進入冬季色調了 不過我現在是智障所以我看不出來 有了換星之後 我們可以在家裡藏住一顆矮星 來點亮我們的營地 不過矮星會燒到旁邊的東西 所以它一定要放在不會燒到東西的地方 而且還要預防有鳥兒放種子在矮星旁邊 所以盡量都不要離會燒的東西太近 因為待在遺跡十幾天 冰箱裡大部分的食物都已經爛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身上還有新鮮的犀牛肉 而且我不小心把犀牛角也帶上來了 下次我再和今年冬王的眼睛一起拿下去吧 用遺跡上來之後 我們可以把在遺跡拿到的破損電線 拿去和豬王換黃金 就算像我這樣清理的比較少 耶 喔 我都忘了 萬聖之夜 我受不了啦 哈琴 我要我的橘寶石項鍊 就算像我這樣清理的比較少 這些黃金也夠用好一陣子了 這些由萬聖之夜生產出來多餘的糖果 我就先做一個糖果包把它們收集起來吧 不知道萬聖之夜是什麼的夥伴們 也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去查看我製作的那一隻萬聖之夜的節慶介紹影片喔 那麼 遺跡的部分到這邊稍微告一段落 接下來這個系列會進入大家不斷敲碗的農耕和養牛的部分 同樣的我會再製作一些專門講解農耕或者養牛的影片 然後再回到這個世界來實際做一次 不過在那之前 之前提到過的米修斯謎題還沒有講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喔 進入到詳細了解農耕機制 培育巨大作物的這個階段的話 我們通常會生產出過多的植物 因此我個人認為 是非常適合一起養牛的 有牛的部分就從保鏢裡面選一隻出來吧 再次進到冬天 希望我能夠在今年冬天刷出我的蘇格蘭帽 不 你又沒給我帽子 那麼遺跡系列的最後一隻生存影片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啦 想要了解更多Don't Stop Together的資訊 不妨訂閱我 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影片去乙姬回來的話 希望能留言和我分享一下你們的經歷 感謝各位 またね